10分钟就可以搞定的姜肉包子 你一定要试试 金黄酥脆,皮脖腺多 咬上一口就能爆汁 真的是太好吃了 准备五花肉,把它剁成肉末 颗粒可以略大一些 半个洋葱切碎 锅中油热之后,我们倒入肉末煸炒 把肉末炒至变色 把油脂炒出来 然后倒入洋葱,继续翻炒几下 今天用到的是秦妈的金酱肉丝调料 用它炒肉或者做金酱肉丝都很好吃 把酱料的香味完全炒出来 最后我们倒入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哇,这个酱料看着真香 拌面的话也贼解馋 接着我们准备饺子皮放在案板上 给它擀圆擀薄 再放上适量的肉馅 然后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小包子就做好了 平底锅里面喷一些食用油 油热之后,我们放入包子中火煎 包子表面也刷上一点油 这样更加的酥脆 底部全部金黄之后翻面 再加上一点水,焖上一分钟 这样熟的更快一些 时间到了,包子也好了 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了 这样一道简单好吃的酱肉包子就做好了 外皮金黄酥脆 肉馅酱香味浓郁 一口一个真的超级的解馋 喜欢的朋友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